我告訴你 如果他這樣不公平 沒關係 沒關係 看你叫我付多少我就給他付 我付還沒多少錢 我知道 我覺得這件事很雕 有 我就是會感覺 不是 我覺得不要這樣不公平 如果是借貸 那就一定應該有產生利息 那這個利息應該就要併入 這個個人的綜合所的稅 他需要繳嗎 這個部分 這個是個案的問題 國稅局一定會中立的立場 去處理這些事情 一直被查 一直被查 一直被查啦 國家體制濫用去追殺小民不可取 那如果要向掌握權力者查稅 我個人是贊成就去查 但是先從最大的公樸 馬英九查起 我提供了兩筆具體資料給國稅局 那台北的國稅局 也已經回電子函給我 我已經拿到我告發的收據 2007年 馬英九就轉賬300萬給馬大姐 2008年 馬英九和中美金 更匯款500萬給在美國的女兒 但是究竟是借貸還是贈語 有沒有借據 有沒有逃漏稅 這些可都是個大問題 10月中 北市議員帶著厚厚資料 檢舉連勝文逃漏稅 事隔近四個月 只見國稅局在查柯家人 卻不倦稅務人員去查連家財產 那如果說對於連勝文查辦的速度 也如柯文哲一樣 理論上我這個當事人 應該要已經接到公文 但是目前仍然沒有 所以我質疑 國稅局是不是查案 有這個不積極或者是不利的情況 議員說當時的連勝文檢舉案 就有300多件 為何檢舉老半天 只看到柯家人被查稅 同樣有疑問的 還有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因為他就是那300多案中的 其中一位檢舉人 我記得國稅局叫我補充一個資料 那個資料叫做我檢舉的對象的賬戶 那我想問國稅局 那檢舉柯文哲的人知道柯文哲他爸爸的賬戶嗎 你就去查嗎 那我就不是民眾嗎 我是外星人嗎 我也是民眾嗎 我民眾這個名字姓周啊 所以我覺得國稅局有雙重標準 難怪就連作家張大春也在臉書上說 我才幾天沒關係江山大事 你們就把國家搞得又醜壞了一點 其實不只周玉寇檢舉被刁難 就連網友檢舉國稅局也頻頻跳針 有網友說他打去國稅局問 為何柯文哲爸媽被查賬 檢舉人有試證嗎 國稅局說是機密要保密 網友在問檢舉柯文哲爸媽的人 有附上相關試證嗎 國稅局也說每個個案都是機密 網友只好問 那請問檢舉柯文哲的人是誰 結果答案也一樣 這個也是機密 有有有我們有動作 我在這一點我都跟你講 我們有動作 但是我們動作 你不能說你馬上說我們就算 反正最後一個結果 如果是做時 我們必須要補稅 如果是沒事 我們必須簽結 國稅局否認辦案大小眼 強調檢舉有受理就會辦 但究竟查到哪裡 涉及隱私不公開 也就是說查了你不知道 就算沒查 你也不會知道 記者綜合報導 一直被查 一直被查 一直被查啦 柯文哲爸媽接受異電視專訪 談國稅局查一千萬借款 拿不出借據 滿是無奈 抖出也曾無條件借錢給學生100萬這麼大的數目 可爸一樣沒寫借據 但沒想到這一次事情鬧這麼大 要寫報道不如直接 我直接到國稅去 說明不講 國稅就比較困難嘛 所以就去了 柯爸想好好解決 但柯媽一聽到蔡振元火氣來了 你們這樣不會覺得好像是一直追殺下去 沒完沒了嗎 就是這樣啊 我希望不認真 他是希望耶 不是說他不認真耶 你查證你聽清楚了嗎 對啊 看來對兩個老人家來說 儘管國稅局沒有刁難 但為了幾年前的借款交報告 恐怕也算有些為難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